大大大大 石頭溜滑梯玩得不亦樂乎 不過每一次溜摩擦聲都很大 我覺得很慢 我也有溜過很滑的 大家河濱公園石頭溜滑梯 表面粗糙卡卡的不好滑 有小朋友硬滑下來 把褲子都磨破了 就怕小孩細皮嫩肉 一不小心破皮受傷 我會看他一下就想說 他先試溜 然後褲子還好 然後我們就會繼續讓他溜 還有部分表面有裂縫 加上溜滑梯沒有水平 向下滑人會往旁邊位移 用球做實驗不管試了幾次 每次球都會從最左側 滾到最右側 撞到溜滑梯側邊 我們也到附近的社區 一樣也找了這個 食指的溜滑梯 結果一滑下來 卻相當的順利 也沒有說褲子有破掉的現象 需要改善的 還有大同區的蘭州公園 試用年齡2到12歲 但整個遊樂設施 沒半個輔助階梯 根本無法好好的玩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腳很短 他兩三歲 從這邊過來 真的會掉下來 從第一格爬上來 第二格就跌下去了 吵著要玩溜滑梯 從攀岩爬上去 高度太高不好爬 繩索寬度太寬 一沒注意就從縫隙跌下去 更別說一根欄杆 要小小孩怎麼爬 不太好爬 太滑 然後有一些小朋友不會爬 設計不佳 年紀較小的孩童想玩 家長被迫練重訓 輪流把小孩一次次 抱上平台溜滑梯 怨聲載道 攀爬省的部分 我們已經決定把它改成 是階梯式 大家公園的溜滑梯的面層的 指滑度的部分 我們也繼續 在月底前可以把它改善完成 公園遊戲區 美意玩樂放電 考量幼童需求設計 加上定期巡視維護 才能避免危機四伏 三類新聞許照 是網易侯彩虹台北 才放播的